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喜笑中心也忧愁 快乐至极就生愁苦 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 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 愚蒙人 视话都信 通达人步步谨慎 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 愚望人却狂傲自视 轻易发怒的行事愚望 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 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 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 坏人俯伏在善人面前 恶人俯伏在义人门口 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 富足人朋友最多 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 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 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吗 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 诸般勤劳都有益处 嘴上多言 乃至穷乏 智慧人的财 为自己的冠冕 愚望人的愚昧 忠视愚昧 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 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 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 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 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 帝王荣耀在乎民多 君王衰败在乎民少 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 性情暴躁的大险欲望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 嫉妒是谷中的朽烂 欺压贫寒的是乳墨造他的主 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 恶人在所行的恶上必被推倒 义人临死有所投靠 智慧存在聪明人心中 愚昧人心里所存的显而易见 公义是邦国高举 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智慧的臣子蒙王恩惠 遗修的仆人遭其震怒 指出人认为一切 静慧的静慧 明人愚归 你更多认为一切 离之后 不然你不想守着 你不想守着 无论 我